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喂喂 似乎大台TVB已經聽到網民的一眾要求 CutQ了個流行經典50年了 喂 終於Cut了 不是說不好啊大哥 其實有沒有人看的 但我有點公平說一句 其實有很多老人家或者上了年紀的人 是真的看流行經典50年的 原來根據報導 原來流行經典50年已經播了多少年 大家猜不到 原來播了4年多 TVB也決定在今年的4月4日 播出最後一集 Cut了流行經典50年之後 由於是頂上呢 原來就有勁歌金曲頂上 也都暫定逢星期日的9點半 由全新推出 想著跟ViuTV人氣口的音樂節目 超級正面決戰 超級好看的 用一些勁歌金曲 是不是可以啊 其實我看完這宗新聞 和看之前的一些報導 我自己覺得呢 智偉哥呢 其實是撿回以前TVB的舊元素下去 其實沒有什麼改革 他只不過是把以前的一些勃亂反正 所以他之前呢 跟這個4月3大唱片公司破冰的 那就是讓歌手上回去的勁歌金曲 其實我對於這個超級正面對決呢 其實我自己不是太樂觀 因為超級勁很多 我覺得好看 為什麼呢 超級呢 我看了他大概兩年左右 在2019年開始播放的 播放至今已經去到五季了 以Live Band為主 有太極成言租廳 每次都會請不同的嘉賓和主題 我看了一段時間好看的 還有我覺得呢 因為呢 因為呢 他呢 真是訪問少 不同的景觀 景觀金曲有一段時間 直接玩遊戲 那就可以專心聽音樂 享受不同的音樂 那也都呢 即是有網友就說 嘩 為什麼好像抄別人的節目 當作了事情 喂 大家真的要給一些公平一點的言論 和想法 智偉 都幾個歲人 有沒有70歲 我忘記了 他呢 怎麼可以再想到一些生意出來 我現在的idea 我看了這麼多 看了這麼多的碟動 是拿回一些大作 即TVB的老本出來 丟回 即是我們只可以說是而世易 即是說之前呢 TVB其實我的改革呢 是不受落 那現在呢 他就翻炒一些冷飯出來 就 希望可以重拾香港人對TVB的感情 接著就進而推翻收視 賣廣告感 之類 我覺得他的計劃是這樣 譬如掌門人 我覺得遲早都會出的 那所以 其實 都有網友說 其實 所謂的改革 就是拿回二十多年前的節目出來 因為已經沒有生意了 喂 只是《勁歌金曲》這個節目名 已經夠老套了 其實怎麼改呢 都吸引不了人 我記得最後 《勁歌金曲》是由《聲夢》那班主持的 我記得類似是這樣 那他們出街上跟《勁歌金曲》 和《勁歌金曲》 和《勁歌金曲》 《勁歌金曲》 其實沒什麼分別 對 我覺得《智慧歌》的目標就是 所以我打算做到這個《勁歌金曲》 就幫傳播一些 三大唱片公司宣傳新曲 做回起一個頂 可能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希望真的可以 蒙線這件事 我也希望 香港不要那麼悶 如果不是真的不行 如果有時候 我們太悶了 你整天 香港已經那麼悶了 你整天還要推出一些 舊的歌 我們很多時候都受不了 所以《勁歌金曲》 其實 其實沒什麼分別 《勁歌金曲》 都是一些舊的東西 你又推出來 那怎麼辦 所以 我們真的要看看 究竟什麼事 那 既然說到TVB 我也想說另外一個 電視台 就是開電視 那些人說 高燈仔 你幹嘛開電視 開電視 這些根本是 什麼 三角裡面 都不成一個角 如果TVB 是 魏的話 那ViuTV 就是不覺得 那些人覺得 他不是熟 熟的 其實很弱弱的 熟的 可能是 阿視 還是開電視 我都不知道 那呢 也有報導 開電視 我回說 挺有趣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看 原來開電視 近人都變得很厲害 那ViuTV 跟無線 互相 硬撼 現在 那 所以 智偉哥就多多搞了 所謂的變革 那 那 現在開電視 那又怎麼樣 那有報導說 開電視 全台 人丁 最擔保 原來只有 多少個藝人 11個藝人 但是 每個 都周身都兼 煩多多 不 原來 講好的 抵用 開電視 那 其實開電視 就是iCable的前身 我記得有一輪 iCable 是很旺 很厲害 我的節目很好看 比如 蘇文峰 和王翠如 我們都是 iCable的照片 不過 不知道為什麼 他成了個小 去開電視 就約到這樣 那 那 那 開電視 那個 那個 主管 就說 而 重編就說 成不成小 不是看過台的 看你努不努力 要人看得起你 首先要看得起自己 那 有網友就貼了我的樣子出來 其實都很沙眠 我都很少看開電 其實我都很少看開電 看開電 看黑樓 看看 看看 那 原來呢 就是開電視呢 那 有11個 就是 那些基本上 我都不懂得說 妹頭我認 盧仲恩 妹頭我認 那 Paula我都認 黃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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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那 就 都說了 前有線電視 量超過10年 那 他都訪問其中一個職業 好像有20多30人的 最記得大家除了衣服 拍開一部 還有陳啟派 哎呀陳啟派 都是在有線發出來的 發為的 我都記得 什麼四個輪 什麼四個輪 四個輪 四個輪 四個輪去玩 那 開電視也都說了 那 現在的 城市人 未必會坐著來看電視 對 那 做藝人 要建立形象就很重要 對 那 他就說了 開電視給了很多自由度 可以跟其他生意和合作 真心說 大堂也好 小堂也好 看你怎麼建立自己的樂隊 喂 你的樂隊 現在都很小 對不對 那 也都有報道說 說 嚴崇天 可以說英文 韓語 普通話 訪問 立即做 訪問 當日立即做思議 而 正和妹頭 各自分開 和大量對會 大利斯公關 公司的問題 出乎意料之外 大家竟然忘記開電視開台 開台 的 開台 灰顏色 也有人答錯 是 答錯年份 2017 其實是2018開台 開電視 哇 2018 三年多了 但現在好像比Ik寶還弱 之前都說Ik寶還弱 現在還弱 那 也有連登女神追寶的莉莉姑 她是前港者貴君 鍾衛兵的女兒 正職做生活資訊網 網絡記者 那 接著他們就做了一場show 其實 這些報道 我就覺得 嗯 嗯 我不知道 我看過 其實我覺得開電視是開心的 我就這樣看他們的職員 可能人少 又沒有那麼多規範 我看到他們大家都很開心 做這個開電視的主持 而且感覺上3D 好像那些什麼 嗯 之前我其實 我開電視做很多樓盤的東西 比如那些什麼 嗯 樓盤全真 嗯 還有一個叫什麼 奇蹟 什麼 香港奇蹟 說一些小樓 還有特別的 還有日本一個什麼空間大改造都好看 我覺得他們這些 我覺得收視的 我覺得好看的 但我覺得 我自己本人怎麼看呢 我覺得呢 開電視要繼續拆下去 是吧 嗯 我不想呢 好像第二個阿時 又收皮 然後呢 又幾個頂立 又變成一人獨大 你起碼多個選擇 我都希望大家支持一下開電視 希望大家百花齊 希望可以祝福多些觀眾啦 就是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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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